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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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時光 麻呀呀 花兒牆 鳥子長 整理 幸福 英勇 人身上的補償 你錘定 我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日日 今天呢 我要給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有一個復古風的 有這種老上海感覺的一個妝容和髮型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這個打底部分呢 大家就按照自己平時的這個打底的步驟來上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我就非常簡單快速的給大家過一遍 我的打底過程 因為等一下要上的唇藥呢 是絲絨之地的 會有一點乾 所以這裡我事先用致美的一款變色潤唇膏 給唇部做了一個打底 這個唇膏是含有澳洲堅果子油的 可以增加肌膚潤滑及滋養度 然後還含有蜗牛碾液精華 可以修復和淡化唇紋 這樣的話等一下上霧面的唇藥 就不會特別顯唇紋了 接下來我們來上修容 修容我用的是修容棒 直接像這樣抹在臉上 然後用手和刷子暈開就可以了 我覺得妝感還是挺自然的 最後用粉餅或者散粉定一下妝 那麼我們的底妝部分呢就完成了 眉筆呢我用到的還是自身堂的六角眉筆 我發現把筆帽插到筆後面拿起來會 就更好控制一點 在那個時代最有標誌性的 應該就是細長入冰的柳葉細眉了吧 然後今天眉毛我們要畫的 然後今天眉毛我們要畫的盡量的細 如果本身眉毛比較粗的話呢也可以用遮瑕遮一下 眼影部分我用到的都是壓光大地色系的 大家只需要用手頭有的大地盤就可以了 先選一個淺棕色的刷在眼窩 重點強調一下眼尾的位置 然後再用一個深棕色刷在眼尾和眼下 暈染範圍呢不能超過雙眼皮折 眼線我用的是眼線膠筆 相比眼線葉筆的銳利 這個會更柔和一些 也更適合畫內眼線 眼尾部分只需要稍稍地用指甲拉長一丟丟就可以了 像眼線呢要貼著睫毛根部畫 畫好之後用棉棒輕輕地暈染開 然後我們刷個睫毛眼妝部分就完成啦 腮紅部分我用的是完美日記的液體腮紅 其實我是第一次使用液體腮紅的 然後我感覺這個腮紅的質感是比較水水的 上臉之後很快就能乾了 而且不會黏膩 上臉之後顏色呢 比較柔和 不會很飽和 然後為了這次鏡頭的效果 我疊加了好幾層來使用 口紅用到的也是完美日記的這個 霧面的唇釉 這個顏色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正的倒紅色 也是比較符合這期主題的 那麼這次的唇妝呢 我們需要把邊緣勾勒得很清晰 唇風也要很明顯 唇釉乾透之後會有霧面的效果 持久度也還不錯 最后加上高光 那麼我們本期視頻的妝容部分呢 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手推波的髮型的製作過程 那其實手推波這個髮型呢 我也是剛剛才在網上面看視頻 就是學會了一點點 然後這個 這個視頻呢 我覺得不應該說是作為一個手推波的教程了 只能作為一個髮型的分享 然後來錄製出來給大家看 那首先因為我的頭髮比較短嘛 呃 頭髮短的話 製作手推波的這個難度就會更加的大 然後視頻裡其實做的也不是特別的完美 然後接下來呢 我也不會做過多的解說 大家就看看就好 感覺可能也學不到什麼東西吧 我會不會說 因為我不會說 你會不會說 你會不會說 我會說 你會不會說 我會不會說 你會不會說 我身邊 只守著海 直到鳴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